《西游记》里面 唐三上用金刚圈紧箍咒调教管理孙悟空 让他乖乖听话 没有想到现在竟然出现了 类似金刚圈一样的法宝 可以让小朋友保持专注力 努力的上课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种 穿戴式的智慧型装置 引起了不少讨论 这款由美国新创公司Brandcore研发 看起来有一点像法姑 但是那个微致又好像不太对的这种装置 号称可以侦测脑波 借此掌控你的专心程度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那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据说这款装置 现在已经有在中国一些学校里面 去给学生试用了 那他们是给学生带着 这个装置就可以及时的 透过位于前额和脑后的电极 来感测学生上课有没有专心 那获取的数据呢 还会马上直接立刻传送到老师的电脑 或者是手机APP 让老师可以立刻转换方式来教课 提高学生的专注力 又或者呢 老师从数据上看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知道 哪一位同学心不在焉 在对症下药 如果有人上课不专心的话呢 那头上的装置就会出卖你会亮灯 非常非常专心就是红色的灯 那以此类推就是橘色蓝色 白色的话呢 可能这个装置根本就没有连接上 戴上它就可以知道上课的时候呢 小朋友有没有专心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过呢这个装置这种device这项科技 还是引起了争议 比如说谁知道它究竟有没有效呢 还有这么做 其实算不算在监控学生 侵犯学生的权益呢 有人就提出质疑了 不过研发公司说呢 部分的中国家长 其实似乎还是挺能够接受这项科技的 因为他们更加在意的是孩子的成绩 那里的教育环境竞争那么大嘛 所以说如果这项科技 可以帮助小朋友的学习进度的话 就算说要牺牲一点点的隐私 他们也很愿意尝试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为止全中国有将近4000所的幼儿园 使用这项产品监控和分析孩子的学习行为 让老师可以更有效的去分析 这个小朋友的身心健康 还有学习的习惯 那针对外界的质疑就是觉得说侵犯了隐私权等等 研发公司就澄清说他们家的产品呢 这个装置啊其实是跟那种在医院监测 病人脑波的装置是很类似的 它并不会监控学生所有的大脑活动状况 只不过可以根据测出某些大脑的数据 透过演算法去数据化孩子的专心程度而已 从学师身上取得的数据呢 也只会被储存在学校的电脑里面 不会传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公司去 这就是研发公司的解释了 关主播什么事 那就不知道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新科技 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如果可以让你读取还有掌握别人的专心程度 你会想要买来试试看吗